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集,2月21号,北京市交管部门对北汽出租汽车集团准备的2021年全国两会服务保障车辆逐一进行全面体检,确保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当天上午,记者在亚运村机动车检测场看到,百余辆黑色出租车整齐停放在检测场内,倒档、摘档,打开转向灯,检查与刷器。 配合交管部门,十余位专业检查人员逐一对车辆进行检测,并详细记录结果。 据介绍,按照交管部门的要求,今年两会车辆检验采取车辆上线检验,由检测场出具检验报告,每辆车37个项目全部合格才能过关。 交管部门的民警要对每一辆社会车辆进行检查,从人工、设备、电脑方方面对车辆进行全面的体检,大概有9大类37小项,重点是从制动转向等方面保证车辆的安全。 此外,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今年还做了特殊的安排,已经连续8年参与全国两会服务工作的司机如恩杰告诉记者, 每部上汇车辆都配齐了防疫物资,上汇人员全部接种疫苗,并从2月4日起开始测文登记。 因为疫情的问题,公司要求的很严,对司机要求消毒卫生方面,而且给司机配备了消毒纸巾、消毒液,而且要求司机定时定点消毒,打扫卫生。 据知,13届全国人大私事会议和全国政协13届私事会议将分别于2021年3月5日和3月4日在北京开幕。 期间,北汽出租汽车集团汽车修理分公司和北汽伊隆达修理厂将设置绿色通道,为上汇车辆提供24小时救援保驾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